各位企业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讲解 定型技巧的第二项 这个是大家十分熟悉的 新定式以后的行 在定式时呢 抓住瞬间时即可得收官便宜 这个时候呢 白旗最佳的收官方法是 冲一个然后再断一个 因为它这个时候呢 它不好在 它在这个地方如果叫去的话 以后上边可能会出现一些余味 当然前提是这个余味 对于黑旗来说是受不了 比如说这样跳出或者是以后 在上边白旗有止接应的话 这样跳出白旗 黑旗也根本就 受不了的一种情况 那么它就只能够接到这里 然后白旗再断 白旗断了之后呢 以后还有这种靠的官方便宜 因为黑旗这个旗不敢打 打的话它可以往里面爬 爬的话这个以后 你会有靠的手段 如果走它就跟你打接 或者呢 反正在这个地方呢 总是要你拦住是不可能的 要不就硬 要不就在脚上硬一个 要不呢就拖先 但拖先呢就给了女方 下一手靠的先手收官 这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基本性给大家留下一个印象吧 就是以后大概这个冲断呀 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好下面我们看看这个形状呢 在实战之中的应用 现在这种局面呢 这个白旗 黑旗啊 它是走了这个地方 先搬一个 大家注意这个地方呀 也要 如果 如果它你是直接打了 然后在街上 那么这个就亏了 因为你没有抓住这个时机 获取这个官子便宜 如果是以后再冲再断的话 对方就可以接到这外面了 你就什么 什么问题都就都没有了 所以这个地方呢 一定要讲究一些定型的技巧 在它翻的一瞬间啊 这个时候冲 然后断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因为它现在啊 因为它现在它这个旗呢 它如果走这个的话 你就可以从外面就把 就把这个子拉出来 把它外面给断掉了 那这样的话 黑旗就得不偿失了啊 外面一大块被断掉了 所以呢 大概呢 这个旗呢 它要接到这里 接到这里之后 然后白旗呢 还是先铺一个 然后再拉回来 这个旗啊 白旗比直接打呢 要便宜一目多 因为这个旗呢 以后呢 同样它这个旗呢 是进不来 因为进来之后 脚上会有这个 会出一些会有问题 就是它这个旗呢 而且它这个呢 就变成一个是一个后手 对 它这个即使它 嗯 就是它这么走了之后 你打了之后呀 它这个脚上就变成要补齐 就变成是后 后手了啊 但是它如果现在 它如果是白旗 黑旗如果拖先 确实是先手 但是以后呀 嗯 这个旗 如果让白旗给拐打的话 或者白旗可以先 啊 先尝尝一个 然后呢 再拐打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 啊 这个 黑旗以后在脚上呢 还要补两手旗 就是以后 它在脚上补两手旗 那么这个 这个黑旗实际上呢 就便宜了 一目旗 啊 黑旗 白白旗只要一爬啊 就便宜了 一目多 便宜了一目多 因为它脚上以后 它以后还要盘提 白旗这个拐 可以考虑不马上拐 因为反正它也爬不进来了 嗯 这个就 白旗就便宜了一目多 在这个地方呢 要切记 它这个便宜物怎么来的呢 就是脚上这个黑旗 以后要盘提 双方的手处是没有差距的 和那个单打的 那个和这个单打的 这个变化呢 是在手术上 没有差距 但是黑旗的木呢 少了一目多 在这个局面下呢 就是说呢 呃 也要注意一点 就是 嗯 白旗啊 它千万不要把这个 随手给压掉 这个随手压 没有什么好处 因为对方搬了之后 脚上这个 呃 再冲断呢 可能就会产生变化 因为以后比如说 你如果以后再冲断的话 对方就不会接到这里了啊 他就直接打了 那么你现在在 你就发现那个右边 那个冲损了 因为再冲呢 对方就不会下去了 而直接把你吃掉了 像那个 这个冲啊 就撞起了自己的 白旗的冲 就撞起了自己的仪器 好 那么 呃 这个旗形呢 也是就是 要把握住定型的时机 下面呢 我们呃 就根据开始前面的图呢 我们又想象出一个 非常有趣的一个 基本图 这个基本图啊 也是非常有意思 这种旗呢 呃 黑白旗该如何定型 啊 需要讲究技巧啊 这个旗呢 黑旗啊 白旗啊 它还是在这个地方冲断 是好旗 这个地方呢 就变得更加有难度了 呃 开始的那个段呢 大家还容易理解 因为冲断之后呢 对方只能够 顾及到 一边的断点啊 呃 白旗可以利用另外一个断点 做文章 但是现在这种局面 白旗 黑旗的本身冲了之后 就已经是一个糊口了 那么白旗再去冲 是什么意思呢 那一冲断有什么含义呢 啊 这个呃 水平稍微差一点的 西游确实难以理解啊 好 下面我们就给大家来细细的解说 呃 这个地方呀 啊 黑旗大概呢 是要硬一点 看上去黑旗似乎没有什么损失 啊 看上去黑旗没有什么损失 因为黑旗呃 还是要硬一个不硬一个脚上 也会有手的 硬一个看上去白旗没有什么损失啊 但是 呃 看上去黑旗没有什么损失啊 但是再往下面看呢 我们就会看出一点东西来了 呃 就再往后面看 我就会看出一点东西 比如说现在呢白旗就可以单飞一个啊 单飞一个这还不是最为充分的下方啊 但是呢呃 在这儿我们就可以看出白白旗在右上这个先手交换之后的这个效果 就是他以后飞了之后 他就有了这个打了之后 这个鱼力 就说 因为他脚上断了一个吗啊 他以后再尖的话 你就要跟着他硬了 因为再不硬的话 他再一度 那么你开始 因为他断了一个吗 所以这个冲了 然后你这个地方不入子了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白旗断的效果 因为以后断会有变 实际上走到这儿的时候呢 这个飞还不是最为充分的一个变化图 就是他实际上的这手机能可以一手机把它给加住 这个就效果更为的充分 你如果是冲 这个当然反击了 不能让对方那么完美的封住吧 是吧 你如果什么直接吃对方就这样的贴住 比刚才那个图效率还要充分 所以你如果冲 冲的话它斑 然后你打的话对方一退 就把中复呢就给封住了 而且他这个封呀 他还有先手的意味 因为你这个心理还不太好脱先 所以你如果是要脱先的话 那么我们看看他还有什么手段呢 这个棋他是这样 他可以考虑先打一个 先打一个 然后再走这样 先打一个呢 像后面打也可以啊 不过 还是看这个先打 先打一个 然后这个以后啊 黑棋不好脱先 黑棋如果脱先白棋 还有手段 这个地方呢 他有什么手段呢 他以后有这样的手段 这也是这个 因为主要是你这个地方不入子 所以就提 提的话呢 他这个棋 他就可以是这么吃 当然了 或者这个棋 你也可以走这个地方提了 反正不管你提哪边 都是产生了一个 结症 所以这个就变成 白棋这种手术 非常有意思 变得带有 鲜手意味的风控了 所以这个脚上 这个冲断式 应手的这个效率 我们到效果啊 到现在我们就会看出 非常充分的 那么可能有朋友会说啊 在这种局面下 既然这个脚上 应一个有这么多麻烦事啊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就算了 我不服气啊 既然应一个这个左边 收束 还有这样完美的手段 那么我干脆 我就把这个 破根啊 把这三个子里紧一气 这样不是很好 这样不是什么问题都没了吗 但是呢 这样脚上就会出问题 这脚上这个问题 还不一般的问题 打持之后 他利用这个打持 一路上的子 他可以如此这般的 做成一个结 这个结啊 这个是同样的 也是白旗无忧 因为白旗的损失有限 但是如果这个结 黑旗打不过的话 黑旗整个的 右边的这个脚呢 就是右上脚 全军覆灭了 这个地方也请注意 白旗同样是抓住了 黑旗气质的弱点 也就是他不能在这个地方 吃白旗的这个结不归 因为他不入籽 所以只能够对打结 这样就我们就可以看 这个冲断啊 这种手段简直就是 无中生有 奇妙无比 竟然在这种地方 还会有这样的问题 如果能够在实战中 有这样的想法 下出这样的起来 那么各位旗友的 这个定型的基本功啊 已经达到了 相当高的水平了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 几个定式 还是继续定式之后的定型吧 这个是白旗小木靠压之后呢 形成了一个定式变化 类似的旗型呢 在旗旗中呢 也非常的常见 黑旗靠 是一般的这个整形的手法 因为说法是 现在白旗把黑旗分成两块了 所以黑旗右边那块就不要担心 但是下边呢 旗带能够获得最较好的智力 那么他如果搬 搬的话 黑旗该怎么下呢 黑旗如果退 这是非常平凡的一种下法 但是呢 一物战机 退的话 然后白旗再一退 黑旗还只能跟着跳 那么黑旗定型的时机呢 就丧失了 而且以后呀 白旗他还可以挖了之后 然后再接 这个还是他的一些余力 那么黑旗这个图啊 没有任何进取之心 那么最好的下法是怎么下呢 就是在靠的 他搬的一瞬间 这个旗断一个是最佳的定型手法 你看大概他如果是这么吃一个的话 那么你可以在这吃 那么他上边这两个旗也要要 那么两边打都被你打到 然后你再来补形的话 这个黑旗的效果比刚才那个强了很多了 另外呢 这个旗呢 另外这个旗啊 白旗呢 他还不能反击 他如果反击的话 让这个方一搂起出去 这个黑旗 白旗近似于崩溃 另外呢 再让他还有一种定型手法 给大家介绍一下 但是呢 一定要解采有利 你也可以连脚上这个断都不送 可以先顶一个 然后再搬 就是你连断 让对方 如果他在这个地方老老实实的 接回去或者唬回去的话 那么以后呢 这个 因为黑旗没有送子嘛 所以这个 以后在脚上这个搬了 连搬这个旗啊 就变得更为的严厉 这个就变得更为严厉 或者在这个旗 如果是唬一个 比如说他唬一个 唬一个 同样的这个脚上以后啊 黑旗如果收官的话 因为没有 因为没有送子 因为没有送这个子 所以这样如果是这么走过来的话 黑旗这个收官呢 就变得更加的有利了 但是呢 这个图呢 要注意 是建立在这个结财有利的基础上 对方打这个结的时候 你黑旗结财一定要有利 否则的话 这个图让对方提过来 这个变成是黑旗自找麻烦 说不定会对对方给打崩溃 当然了这个呢 咱们也还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在结财特别有一个场合 这个连搬会比断更为有利 但是呢 一般情况下呢 是不可调 因为像那结财绝对有利的情况下呢 确实是很少 尤其是在续刊阶段 好 那么有朋友可能会说 那么这个棋 如果当你断的时候 我如果是接的会怎么样呢 那么 这个一定 一个接的你要防止对方 是这么打的强硬手段 这是一个 而且即使是对方是退 也比刚才好多了 因为它断和这个接啊 便宜了一点 因为它这个棋 它可以搬下来了 当你再吃的时候 对方就可以是这么补了 而这个棋型 比刚才那个单跳的棋啊 就要好很多 同样是后手是吧 但是它这个 能够走 这样走一下呢 然后再 把这个 补上 这个黑旗的棋型的强度和弹性 和韧性的 都比刚才那个单 单强 然后再跳的图呢 要强很多 对中复的影响力 要强多了 好 那么 这是 这个定式的 一些定型的方法 这个定式呢 同样呢 也适用于 这个定式呢 也同样适用于 在这个心位的靠压 这个定式里面 就是以后白旗 如果是 靠的话 那个大概呢 这个 也是比较适用的 这个 差不太多 定型的 也是可以考虑这么下的 当然呢 稍微有一点差别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个 小木的这个 定式以后 定型的 变化 这个棋呢 是小木 一间加定式的一个基本性 估计被定式的朋友呢 对这个 对这个形式非常熟悉的 以后呢 不管是 黑旗 压这个 还是 白旗 压这个 都是 非 双方模样的 消长点 而且呢 也都 蕴藏着很多的 后续手段 那么以后的定式 继续呢 大概是 它管 它如果是管 那么 大概会下成这样 这是定式之后的定式 定式之后 中盘定式 那么如果在 这种局面下 黑白旗 在对方管了之后 继续脱先的话 那么 黑旗该如何下呢 那么黑旗这个时候啊 就直接打一个 你不脱先吗 他就直接 打一个 然后再长 是这个定式的 好手 长的时候呢 黑旗 白旗无赖 他只能够把 这个地方不能被断 他 下成这样的 黑旗势力 也增长了很多 那么白旗 不愿意走这个啊 走这个 如果不情愿走 这个让对方长 因为感觉太痛苦了啊 自己走个单关 让对方再终复挺一头 如果想还追求点效率 什么打点时控啊 又出头 快一点 那么这样呢 反而会 欲速则不达 因为对方断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要点 因为你不管怎么走 他这个 他都可以打穿了 那种感觉啊 他 你大概力呢 是本手 但是你力的话呢 这个 脚上呢 又会遭到对方的这个搜刮 以后 以后这个 脚上又会让对方刮得非常厉害 当然这个鸡 你如果继续拖鞋呢 同样呢 也会遭到对方的 非常严厉的攻击 这个其他就 也会遭到对方非常严厉的攻击 这样的话 同样 让对方获取暴力之后 自己这块鞋 还没有完全活透了 所以大概呢 挡一个 然后在这个是本手 但这样的话呢 黑鞋呢 在中复呢 已经获得了很大的力 然后在右下角 就是先手搜刮 那么这样的话呢 可以及时考虑到 白鞋脱鞋的这种情况呢 它也是 大为有力的 考虑到黑鞋脱了一手鞋 那种情况 它也是大为有力的 好 那么我们看到黑鞋的这个后续 手段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看 白鞋 如果是压了之后的这个后续手段 同样的 也是 有很多的有趣的变化 白鞋如果是压一个 黑鞋如果是扳呢 就是比较普通或者跳一个 就比较普通 在这儿呢 咱们就给大家做介绍 主要的变化呢 是这个白鞋压了之后之后啊 黑鞋觉得 跳一个或者扳一个呢 总总觉得是 就是让对方牵着鼻子走啊 对方压了这个要点之后 你再走总有点妥协的感觉 那么如果是他脱鞋的话 抢炸场的话 那么黑鞋 那么白鞋该如何进行 白鞋如果只会这样搬的话呢 这个应该说还只是局限于 刚刚入门没有多久的这种水平 出击水平 这样走的话呢 白鞋的势力并没有增加多少 以后还有这种 还有一种 还有断点啊 但是黑鞋在右边的这个 已经获取了极大的利益 考虑到白鞋本身呢 他就已经是多走了 一手气 然后又形成这种局面的话 可以说白鞋是一无所得 所以在这个局面上呢 这样的地形的手法太俗了 所以在这呢 要走呢 直接封锁 是要点是走到这里 向飞 首先如果向飞 对方如果是这么走的话 黑鞋已经被白鞋 无条件的便宜了 靠也不敢 因为靠了就要 有对方挖断 同样的不能向后 所以这个箱最佳另行呢 是立一个 立一个 然后对方再跳 那么像这种二位立的 这种冷静的棋 我想很多爱好者 都不能够理解 就说这样的话 对方走外面走一个 你在里面走一个 这不是让对方 便宜很大吗 但是为什么要冷静的立呢 因为考虑到 你已经拖欠一手 所以现在你只能忍耐一下了 然后你又可以 真的牵手走到一个地方 所以黑鞋如果 今天这么下来 也是反正 也不能算很亏吧 但是黑鞋如果不下的话呢 白鞋又该如何下呢 黑鞋如果又继续脱先 这个白鞋该如何下呢 这个黑鞋啊 确实也不太好脱先了 即使你脱先能够抢个大场 获得很大的利益 但是呢 对方在右下角呢 还是你如果再脱先 对方可以收取暴力 对方搬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手棋 你如果是提掉啊 但是这个呢 然后在后手做活也很微很委屈 但是大概也只能这么下了吧 因为你毕竟脱了先了啊 这些利益只能让对方收取了 这样的话 黑白鞋也不错 因为白鞋虽然 对方虽然脱了先 但是白鞋还是获得了很大的余力 而且对以后脚上呢 它可以刮一刮 所以白鞋也可以买 但是呢 黑鞋如果是不服气 如果是反扳 就是想把对方都吃进来 那这样的话就上当了 如果你反扳对方一打 你然后再一起 对方再一立 你想把对方全部吃进来 那么黑鞋在这个时候呢 白鞋在这个时候再打一个 打一个之后呢 再把你全部给加住 这样的话呢 以后呢 这个脚上还有这个飞 你还要跟着走 这样的话 这个黑鞋啊 就太 我不堪言 可以说让白鞋给暴打一个 即使考虑到你脱险种种因素 白鞋 黑鞋呢 还是得不偿失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白鞋 可能黑鞋还会想点办法 就是想走这个 这个鞋是一种局部手机 就是你打了一个之后呢 他就说意思是比刚才要好一点 以后你这个外围有个断点 如果要补断点 你要落个后手 你刚才那个鞋大概肯定是要好些的 但是呢 也不能 你这个鞋呢 也有令人困惑的地方 就是你没有脚 你没有紧住这个脚上这个黑鞋两个子的气 这儿被打了一个之后呢 黑鞋 白鞋有可能 就是 他不在这个地方收气 他 有可能会利用脚上这个两个子 空了一气的这种手段 而在这个地方呢 收关 如果这样的话呢 这个 实际上呢 也挺麻烦的 这个也很麻烦 反正这个 这个就是 白黑鞋脱鞋呢 所要付出的代价 这也是 没有办法的事情 这样的话呢 脚上也会被这个 你便宜 一闪在右边呢 获得一点便宜 但是脚上 因为空了对方 这两子一气 所以对方在脚上靠收关 又变得非常有利 这样的话呢 这个黑鞋也是非常难堪的 所以呢 这个 这个 这个鞋啊 白黑鞋呢 要不呢 就 还不如像刚才那样的 就是 直接 对方 走这个的时候 要不就立一个 然后再继续脱鞋 这是这个下方 要不呢 你如果继续脱鞋的话 对方 走这个班的时候呢 你就老老实实 是这么定型的 这个 也是这么着 就是刚才 已经 让地方 滚打的那些 变化肉都要好 嗯 好 那么 各位企友 我们今天的这个 定型技巧 第二讲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好 各位企友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